男人忽然发现 自己喜欢的女人竟然不是人 而是只存在于传说中从没有人见过的美人鱼 大量记者涌上前拍照 很快就有一群不知从哪来的人将他抱走 尽管他已经大声呼救 可刚刚被这么一个消息震惊到的杰克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安妮被带去了实验室进行研究 杰克则后知后觉地回了家 一时间他成为了名人 报社记者都想从他口中问到关于美人鱼的消息 心情烦躁的杰克刚要和这些人发生争执 就被赶来的好友带离这里 然而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收到了来自好友的指责 质问他为何不当时救下安妮 难道就只是因为他是人鱼吗 每天人都会遇见我 每天都会遇见我 每天都会遇见我 你看看我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对吧 我们来看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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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每天都会遇见我 是你这样说的 对 对 那是个狂 它没办法这样 你看你能知道你和她很幸福 深夜 杰克趁着记者们离开回了住处 看着安妮送给自己的礼物 他明白了一些事情 不管他是鱼人还是人鱼 至少这段时间在一起的开心 和安妮对自己的爱 都是发自真心的 而此时的另一边 当初曝光安妮的记者忽然发现 自己可能闯下了大火 他之所以要揭露安妮 只不过是想向一些人证明自己看到的东西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科学家们竟然要开始研究人鱼的内部构造 尽管有心阻拦 但碍于人言轻微他无力改变什么 下午他去医院拔牙 杰克忽然闯了进来 他已经下定决心就安妮出去 男人一听他来这里的目的 便果断同意了帮忙 在他的带领之下 杰克与好友化身研究人员来了实验室 仿佛感受到了杰克到来 安妮扭过头 脸上浮现出笑容 杰克快步上前 安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 接着四人上演了一招狸猫换太子 等到真正的科学家来到时 此时正在赶往海边的三人 已经发现有人跟来 后排男人喊停车辆 他留了下来用身体挡后面的追兵 当然他也不会傻到真正的让车给撞了 最终两人跑来了海边 分别之前 安妮说了为什么他会喜欢杰克的原因 在25年前 杰克因为和小伙伴玩耍不小心掉入水中 那时的他就与安妮见过一面 但就当彼此的手要牵在一起时 船上的大人下来救走了杰克 那时的小安妮对杰克一见钟情 所以也就有了他们第一次相见 安妮就在杰克错愕之下吻上他的音 后面更是为了寻他 跑来了城市 顾不上给两人叙旧的时间 军方的人已经赶到 安妮不舍地跳入海中 可杰克的呼喊注定不会得到回应 眼看着直升机停在了安妮的上方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的事实 不顾性命就要去搭救 没跑多远的安妮折返回来 在杰克因为大脑缺氧昏迷之前吻上了他 杰克获得了水下呼吸的能力 追来的士兵被他们一个个拔掉氧气 不得不返回岸上 两人朝着海的深处游去 电影至此结束